玉冰,這裡是灣仔會展 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來做甚麼? 今天我們來參觀樂陵科技博覽高峰會 你是不是第一次來? 是啊,我第一次來 我其實差不多每一年都有舉辦 很多新科技適合長者 我們現在開始上去,好嗎? 好啊,我們現在上去 好啊 我們是要經過上一條電梯 來到這裡就是一樓來的 這裡就是Hall 1C 我們看到了 今天就來這個 樂陵科技博覽展覽會 我們進來之前 就要先拿一張入場券 是,即是要登記 登記了就有一張入場券 然後他們會送一份餐具 作為一個禮物 我們現在就入場去看展覽了 好啊,好啊 我們來玩一下這個攤位 這個攤位我們看到有個好像很大的螢幕一樣 有些遊戲可以讓我們試一下 我們現在去試一下 好嗎? 好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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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找回一拼 但近距離就難找一些 因為我們有少龍花 是,是 這個就是剛剛玩那個 第一個玩那個就簡單些 它只要出了有個格仔 你就打那個格仔 是 好像去以前遊樂場那些 打磨磨磨 都挺有趣的 對啦 那些長者可以 當好像遊戲那樣玩 都可以的 哈哈 這個叫洗手七色 VR 那現在 浴兵試玩先 整天都漏的 穿長袖衣服就麻煩了 對啦 冬天都冷了 那些水又冷 好啊 其實我們現在的VR體驗 就已經完了 是 我想請問一下 你可不可以補充呢 這個VR洗手七色 主要是想幫到 那些朋友 或者特別在那些長者是怎樣的呢 其實不一定是長者 我們公眾大眾 因為其實我們洗手 經常都忽略了一些 特別的位置 可能是手指尖 手掌心 虎口位 還有手腕 這些都是經常漏的 所以我們做這個VR 大家都會清楚些 究竟漏了哪些步驟 大家都可以跟著練習這樣 好 開始 這是什麼點心 燒賣 你不用進去 燒賣 炸燒包 炸燒包 紅炸 紅炸 楊蝇 我們剛才剛去玩的 原來是 菜馬會A加 它是關於一些科技的教育 還有很多的器材都是可以給我們租借回來的 因為現在那些器材很貴的 用手都過萬了 這裡有這樣的服務 非常之好 有百多個器材可以展示的 在沙田熱區院那裏 有些器材可以租出來 租完的器材亦都回到我們火灘的中心那裏 清洗 消毒 確保下一個租出去 即每一個個人都可以租的 個人可以租的 租金亦都根據家庭的收入去做評估 即是所有人和他們變了 是 沒錯 如果低收入 租金會更加便宜 我們有些產品 說的是 百多元一個月都可以收到 我們的中心是 發工時間開放的 可以隨時來參觀 好 你的中心在哪裏 在沙田熱區 中心在這裏 不需要預約的 隨時可以來參觀 好 好 中心有資源當職可以介紹這些產品 好 謝謝你 不要客氣 好 好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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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這個範圍就是叫做跌倒預測和偵測的 它的範圍都挺大 我和玉兵剛才也玩了一個是評估我們那個防跌的系統 測試我們的身體的機能是怎樣的 我們等玉兵介紹一下 我們剛才玩了有四個步驟 它首先會帶一條帶到我們的腰裏 用來測試我們的情況 我們就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打開眼睛 站在那裡 30秒之內就會測試 接著就閉上眼睛 又是30秒有一個測試 它的測試就是看我們自己的身體會不會不其然自動地去搖晃 通常我和玉兵檢查過 閉上眼睛應該是很好的 如果閉上眼睛就有輕微的搖晃 是自己不自覺的 第三個步驟就是我們坐下 再起身 五次 測試我們有沒有力的 那我們的結果是怎樣的 結果都可以的 是 現在我們站在這裏 就是樂陵美食的市集 是的 剛才我們已經看完了 那你發覺有些甚麼不同呢 這個美食和其他的美食市集 這個美食市集 是被一些吞染有困難的長者來使用的 它裏面有多種款式的 有些就像虎仔一樣 有些就是還原那個樣子的 即是那些我們現在所謂的軟餐 就是 是 傳統的軟餐 很多時候就是把那些食物 做到好像一個融光的 加了一些固定的劑 然後就放進一個類似 好像啫喱那樣的小餅裏面 這個就比較傳統一些 但是今天我們來到 就發覺有很多比較新一些的 即是說更加吸引那些 吞染有困難的老幼肌去享用的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湯 就是青紅蘿蔔湯 春骨湯來的 是的 那它就還原那個食物的形狀 是的 這個就是比較新一些 我們都想介紹的這個 它其實都是一些 吞染困難的老幼肌可以享用的 那跟剛才我講的那些 傳統那些有不同的就是 它不只是擦爛了 就跟著就入一個罐仔 那就算了 那它都是有擦爛 有加了那些凝固劑 但是它就做回 和原先那些 譬如這個是青紅蘿蔔 它就做回一個青蘿蔔 或者是紅蘿蔔出來 那你看上去就真的好像一碗 青紅蘿蔔的豬骨湯 那樣的 還有如果用這個豬骨湯 就不怕鹹骨 是啊 是啊 沒錯 那跟著這個呢 就是 叫做烏士餐 嗯 那這個呢 它主打呢 就比較是日本式的 那所以就是說 它這間公司 它有代理就是 日本所出品的這個遠餐 也都是有香港自己本土製造的 那但是它的形狀走出來 就是主要就是 好像一些日本的食物那樣 那當然 雞翼啊 這些那樣的形態的東西 它都做到出來的 是 有日式關東住都有 是啊 是啊 那那個價錢就都 五十多元 一個 或者一個便當式 大一點那樣的 就六十多元一個 那份量就大一點 是 那份量就大一點 好了 那如果說老幼姬 說我都不想我 下下五十多元買一個 那回去 可以自己做的 那它有一間公司 它可能不止一間公司 它是有個機可以教你 那是怎樣 將那些食物煮熟了之後呢 就拆爛它 然後做回一些形態出來 那就 不過 你不買那個機呢 你如果家裡自己有一個 攪拌機呢 都可以的 那這裏有一張單張 我們拿到 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自己在家裡 都可以做到 參考 做到出來的 那這個又一個 挺特別的 市集 美食的市集 我們今天呢 就走過這個 樂陵的展覽了 那就見到很多樣東西 都推介給那些 長者朋友來參觀 因為有很多東西呢 我們都可以全中 吸收一些知識 是 那我們有看過很多種東西 那些關於 遠餐那些 或者是 輪椅啊 還有 有些呢 是給這個 聽力啊 都有的 那今年呢 我發覺呢 就用了很多 那些 VR VR 即是智能那方面 的 產品 那 譬如 我印象深一點呢 就是有一張 病人的床 是電動的 那以往那些 電動的床 就 它可以 變化出來的 不是那麽多 那這一張呢 它整是可以 將它轉成 好像一張大的梳化那樣 那樣 那就是 將那個 床褥呢 向前伸展 那樣的 那變成是方便 有些病人呢 他真是上樓 不是那麽方便 那用這張電動的床呢 就會是方便很多了 那 那剛才也有提過呢 就說那些 軟餐啊 那以往那些軟餐呢 就比較傳統一點 那老友的 如果吞煙有困難 那未必看到那些東西呢 就想吃的 那但是現在呢 就多很多款式了 那 那譬如 印象深刻一點的 就是那個 青紅蘿蔔豬骨湯 那它做出來呢 就是整碗 青紅蘿蔔的湯來的 那 變成就是引起這個食慾 那 那這個 都印象是比較深刻一點的 那 還有一些測試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 行動 就 開眼 和閉上眼 那個 搖晃的情況 還有我們走路呢 那個力道 左腳和右腳有什麼分別 那 那 就這裏可以 可以 給你們測試的 那 那還有很多 就是 VL的遊戲 就是給我們 玩一下 和 都是一個測試來的 那 有空就可以來 走一下 是啊 那些遊戲呢 真的真的好像遊戲那樣 那樣 好像回復回去 參加 玩那些 那些 打傻瓜 那些 那樣的遊戲 那都幾開心的 那變成就是 雖然說 是一個落寧的展覽 但是其實都幾輕鬆 那 亦都是 有些 不同的 玩東西 令到你個人都覺得很開心 那 那推薦大家 就趁 這幾天 有空就來 走一下 好像直到6號為止 是啊 3號直到6號 那我們今天就是 3號就是第一天了 那6號是最後一天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 是免費入場的 不過 記緊就是上到來之後 就要去登記處那裏 登記了 拿了那些入場的票 那你才可以進來這裏 參觀去看的了 每位參加者 還會送一套餐具的 是啊 這個紀念品都很精緻的 那快點來看啦 3號至到6號而已 各位 如果你們看完這條片 你們很喜歡的話 麻煩你們給個like給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share給你的好朋友 記得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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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